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5月30日 星期日 前两天的时候呢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在26号的时候 美国的硅谷发生了一个枪击案 那那个枪击案呢 已经是造成了9个人死亡 当时呢 是8个人死亡 再加枪手是9个人 那后来呢 又有一个人死亡 现在呢 是造成9个人死亡 那包括枪手呢 就10个人死亡 那那个事件发生了每两天 那这个周末呢 是美国的一个长周末 人们呢 都在度假 因为呢 这次第一次不需要戴口罩了 所以呢 很多人都去旅游啊 娱乐呀 什么的 那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呢 就有一个室内的音乐会 却不幸呢 在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个枪击案 有三个枪手 他们开车就来到了举办这个音乐会的建筑的前面 他们这三个人呢 手里面都拿着枪 下了车以后呢 就无差别的就开始伤人 那又奔着这个室内的音乐会就去了 好在呢 这一次枪击到目前为止我看到 只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但是呢 造成了很多人受伤 就说明呢 他这个枪击呢 他没有目标性 就是盲目的射击 反而这种情况呢 不容易造成人的死亡 这就是今天早晨发生的一件事情 同时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硅谷所发生的那件事情呢 现在有了进一步的信息 那之前呢 大家都知道哈 就是呢 盛和赛这个是他们这个交通局的总部 在交通局总部呢 他们有一个员工 是一个老员工了 今年已经是57岁了 那在26日的早晨6点多钟的时候 警方呢 就接到报警 来了以后就发现呢 就这位57岁的员工 他已经是杀了八个人了 然后他自己呢 也已经自杀了 这事呢 已经完了 那今天呢 所爆出来的信息呢 就是警察呢 到他们家 把他们家的那个火扑灭了之后 就发现他的家里面呢 有12支枪 有22000多发的子弹 然后同时家里面还有无数的燃烧弹 汽油弹等等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知道呢 在现场 他杀了这个八个人 然后警方呢 又发现在建筑物里 发现了好几个那种爆炸装置 就是他这个人呢 他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而且呢 他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 他是经过研究的吧 应该 对吧 他会制作这些燃烧弹 汽油弹 还有那些爆炸装置 那他这件事情呢 也是计划好的 他临走之前把家里面点上火 就不想回去了 那房子也不想要了 那应该是他对面人家里的那个摄像头呢 就拍下来 当时他从家里面出来 滴了这一个袋子 那袋子呢 很显然那里面装的就是 他的武器以及弹药 当时呢 不知道这个人 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警方公布了更多的细节 他这个人呢 平常性格比较孤僻 他老婆和他是2009年就离婚了 那据他这个前妻说呢 说他这个人呢 平常就对社会不满 对他的工作单位不满 那他这个人呢 又不是很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也不容易交上朋友 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 他曾经出国旅游 他去了菲律宾 他去菲律宾旅游了一趟 回来之后 在机场的时候 就被警方呢 拘捕了 因为从他身上呢 就搜出来了一本书 那本书呢 是讲 关于恐怖主义的一个书 完了以后呢 在他身上也找出来了一些笔记 那那些笔记里面所记录的呢 都是他比较仇恨社会 仇恨他们工作单位 对社会不满 对工作单位不满的一些笔记 那他这个人呢 实际上在1983年的时候 他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的 平常呢 他在单位里面 也是独来独往 经常说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话 比较有暴力倾向的一些话 那他当天 他到了单位呢 正好是赶上上下班 交班的时候 那他去了以后呢 他并不是看到一个人就杀 看到一个人就杀 他不是 他跟刚才所说呢 就今天在马安米时候发生的不一样 他是有目标的 因为他不止一次的 就有的人跟他撞上了嘛 那有的人会很害怕 对不对 他对不止一个人说 说我不杀你 他见到这个人说我不杀你 然后呢 他就继续往前走 然后呢 他还对其他人也说过这样的话 就说明呢 他来是奔着是有目标来的 他有可能是杀了那八个人呢 可能就是达到了他的目标 然后他就自杀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像这样的一个人呢 你看 他之前其实都有各种的这个迹象 那我看到的报道呢 就是这一起啊 就是硅谷的这一起 他杀了九个人嘛 他是美国进入2021年以来 一共发生的第15起死人在4人以上的 这种大规模的枪杀案件 一共已经造成了87人的死亡 那今天在迈阿密的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只死了两个人 其实还不算在那个统计之内呢 你就可见在美国这种枪击事件呢 是经常发生 死人呢 这都不算 死4个以上的人 然后他美国呢 才会上心来统计一下 才算是 比较能引起他们注意的 引起他们关注的这种枪击事件 那这是第15起 前面一起呢 可能就是之前还记得吗 就是 FedEx FedEx 也是呢 在上下班 交班的时候 那个员工也是回去以后 那个年轻人 在停车场 无差别的 见着谁就杀谁 那个死人是在4人以上 那个应该是第14起 那在那个之前 就是亚特兰大的按摩院的 先后呢 有3个按摩院 一共也是死了8个人 其中还包括4个韩国人 两个中国人 还包括两个白人 那那个应该是第13起 那前面都有哪一个 我就忘记了 这是美国的有重大的案件 那迈阿密的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在网上 我就搜一下 看一下这个案件的细节 是什么 结果呢 另外的一个案件 就进入了我的注意力 另外一个案件呢 是2018年的 2月14日 也就是情人节 那天还是 有一位 19岁的一个年轻人 他呢就拿着枪 来到了他曾经上过的一个高中 他到了这个高中以后呢 疯狂的就杀人 在这个学校里面 他一共是 杀死了17个人 包括学生 包括两个老师 那我看到报道呢 当时这个学校 发生了这个枪击的时候呢 这个学校里面 他还有这个住校警察 就是北美的学校里面 太自由了 你知道吗 这学生当中 就什么样的学生都有 经常会有一些 违法犯罪的案件发生 比如说吸毒啦 比如说学生之间的打架啦 比如说霸凌啦 霸凌在北美的学校里面 真的是太稀松平常了 反正各种的吧 据我观察呢 就是学校 尤其是高中 经常是有警察来 以前我住的地方呢 我的对面就是一个高中 经常是有警车来 对吧 警察就经常去 那在佛罗里达这个高中呢 有常驻学校的警察 我不知道在北国是不是 每一所高中 都有常驻警察 那2018年2月14日 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呢 媒体报道 那个警察 就没有马上进去 阻止这个枪手 进一步的杀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警察 你知道吗 他们也怕死 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 他们躲 他们不是那么敬业的 你别以为说美国的警察 是敬业啊 No 他们很怕死 经常是那个 有的时候你报警 他就问你 是什么情况 如果你告诉说 对方拿着枪的话 有的时候他不来 你知道吗 即便是他来了 他也不会说 就为了保护 别人 就冲上前 牺牲自己 不会 不会的 然后呢 他们会保护自己 就躲起来了 像这样的 我看到报道说 如果这警察 他及时去阻止的话呢 还有可能会 减少损失 不会死那么多人 特别惨 那这位19岁的这个孩子呢 这个小伙子呢 他是什么情况 我看了一下 他的情况呢 就是 他是在2017年11月1日的时候吧 他妈妈得了流感和肺炎 死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 这个 引起来我的联想 他妈妈得了流感 流感 然后形成肺炎 然后就死了 那2017年的11月的时候 是流感吗 是肺炎吗 会不会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呢 对不对 这个新冠病毒到底在美国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这个真的是需要去查 那我这个视频 我们不说那事啊 大家要记得 就这个案件都冒出来了 在2017年11月1日的时候 他妈妈去世 死于流感和肺炎 那他这个枪呢 是在2017年的时候买的 那这个小伙子呢 他平常也是性格比较孤僻 脾气比较奇怪 遇到一点事呢 就有可能就发脾气 对社会不满 经常骂咧咧咧的什么的 经常表现出来说 我杀了你什么之类的 这种言论 那警方呢 也发现他在脸书上的账号里面呢 有好多的那些言论 有好多的那些东西呀 都是和这个暴力有关的 他就喜欢这些枪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然后还渴望杀人啊 行为怪异 反正是这个人 他曾经呢还参加了一个叫 预备役的训练营 美国有预备役啊 预备役训练营 他在参加这个预备役训练营的时候呢 跟他一起的人 就反映 他这个人呢 这种特点 比较有这种 愤怒管理的问题 经常是 说这枪这个东西 暴力这个东西 其实这些呢 都是一些信号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我是想说 美国老是攻击中国那个 新疆再教育营啊 新疆那个再教育营呢 他就是 像这样的一些人 平常呢 你就觉得 他有一些这种迹象 有这些迹象的人呢 你就要给他规制起来 给他办这种训练班啊 你像美国的这些 如果他们也采取 一些办法 像这样的人呢 就对他们进行教育的话 对吧 这个悲剧呢 可能就不会发生 还有呢 这个小伙子 他刚刚高中毕业 对吧 可能也不学无术啊 也没有学上啊 也没有工作上啊 他妈妈还死了呀 可能生活也没有保障啊 这都是一些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中国的新疆再教育营呢 就是解决他们的问题 一方面呢 就是教育他 你不要对社会不满 你不要有那些暴力倾向 你不要去伤害其他的生命 你要尊重其他的生命 那一方面呢 就对他进行这样的教育 那些恨国党管这就叫洗脑 你爱叫洗脑就叫洗脑 这种洗脑也是必要的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呢 就给他教他一些技能 然后他出来以后呢 能找到工作 甚至于呢 帮他们找工作 安排一些工作 那因为这些呢 美国呢 还说 使用强迫劳动 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这美国 就是找茬污蔑 美国自己管的不怎么样 对吧 就像中国官方说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 你自己那么多问题 管好你自己的事 不要老干涉中国的内政 然后他们还觉得他们自己没问题 似的 那他们这些事情 对不对 你这不应该好好的管一管吗 你这个19岁的这个孩子 他这种情况 不管他的话 他出现这个事情 这有他的必然性 还有呢 前两天硅谷的那个 老大不小了57岁了 对不对 从1983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有个犯罪 2016年的时候 出国然后回来以后 带了那些恐怖主义的那些书回来 家里面搞了那么多的武器 然后你政府都不知道 如果说像中国似的 有个什么书记之类的 咱们中国啊 有那种书记什么的 就是服则这个思想教育的 就会发现这种苗头的话 都会跟进来做他一些思想工作什么的 那你美国你就不管不顾 然后就发生这样的惨剧 是不是 按说你这些方面你应该美国 好好向中国学习学习 按说你应该说 你中国新疆 之前发生了那么多爆恐事件 然后这些年就没有了 你们是怎么做的呀 我们来交流交流 我们向你们学习 对不对 但是你们不 现在还用这个来攻击中国 还想把中国搞乱 美国真的是 你了解他越多 你越觉得说 他们真的是很邪恶很邪恶的 很邪恶 我说的是那些政客啊 那美国人民有好多是很好的 美国就是政府不好 政府为什么 都是些邪恶的人呢 就是他体制不好 他们要想在政治上 获得政治地位的话呢 他必须得用一些邪恶的手段 才能达到他的目的 他用邪恶才能打败对方那个邪恶 所以这样呢就恶性循环 你邪恶我比你还邪恶 我比你更邪恶 你邪恶我邪恶 你邪恶我邪恶 就更邪恶对不对 就比更邪恶嘛 然后把他们这种邪恶还输出 台湾刚几天呀 好的没学到 全都是些坏的 什么都学到了 对不对 前两天那个自倒自演 污蔑中国大陆 就是蔡英文干的事 你说 为了他们的利益 为了背后的这个金主 这个疫苗公司 结果治民众的生死于不顾 这是他们的邪恶的政府 这种民主选举体制 我都不想管他叫民主 这种选举体制呢 就产生邪恶 然后呢再说回来 他们这个邪恶 他们是有历史渊源的 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对吧 加拿大 从一个废弃的天主教的一个 寄宿学校的下面 挖出来了215个小孩的尸体呀 最小的只有三岁而已呀 你说多么的残忍啊 还是教会还天主教 那大主教一天到晚呢 还跟那全世界去布道 去传教 什么玩意儿啊 全都是些邪恶 由这个呢 我就想起来了 就是呢 中国的那个义和团啊 义和团是怎么回事 义和团其实就是 反他们在中国的那些天主教基督教 反教会的 因为那些教会在中国他们也不干好事 以前呢 很多的中国人啊 把西方的这个教啊 看得太好了 以为呢信了教的人呢 都善良 信了教的人呢 都比较规范 现在看来不是 这个教本身他就是邪恶的 那这个义和团 想当年 就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这个 天主教教堂周围呢 就有一些小孩消失 那会呢有人说这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他们吃小孩 有的那个电影电视里面现在还反映这个事情对吧 有的老百姓就说他们吃小孩因为你就看着小孩不见了然后小孩不见了吗 到目前为止我看的影视剧里面呢一般的都是说 这是老百姓 对天主教的一个误会 实际上天主教这些人他们很好的他们帮助人的给人提供医提供药 说是那些小孩呢也不是说吃小孩 而是教育小孩 现在看来是吗 加拿大都出土了 215个小孩那尸体挖出来了 那中国的那些天主教呢 中国的哪一天没准从哪一个教堂底下也能挖出来小孩的尸体呢 对不对 有的时候真的是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他们想的太好了 好加拿大这事对吧 刚刚暴露出来 那今天呢我有看到报道 CNN的一个报道 报道就是说呢 昨天 德国政府 就承认了 他们在非洲 非洲那个国家叫纳米比亚 在1904年到1908年的时候 他们到非洲纳米比亚 到那里去占领人家 去做一个这个殖民地 把他们父女小孩呢 给他们赶走赶到沙漠里面去 那沙漠里面 没吃没喝 连水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 饥渴而死 那他们这三个民族呢 在德国 去之前 原本他们有 8万多人 那他们 去完了以后呢 就剩了 1万多人了 说是他们 在当地 杀了 8万人 左右 没有 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在1985年的时候 联合国 已经把他认定为是一个 种族灭绝的一个事件了 一个种族灭绝的行为 那联合国给他认定为 种族灭绝的行为之后呢 德国的政府 就一直不承认 纳米比亚人呢 一直都在主张 自己的权力 一直都在跟他们 算这笔账 但是呢 就这两天 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承认了这事 说呢 这是他们 当年 犯下了一个 种族灭绝的 一件事情 现在认了 而且呢 说 会给这个 纳米比亚呢 赔偿他们 11亿欧元 分30年支付 还分30年 而且呢 赔偿的形式呢 就是 帮助他们 重建家园 你看他们啊 他们做的这个你觉得好像说 他们有诚意吗 但是纳米比亚人呢 他们不接受 他们认为呢 德国 这是 玩的一个花招 因为这些年以来呢 他们一直都 主张这个权力 为什么德国在这个时候 他们承认了呢 第一 他们赔偿的这个数额呢 根本就不够 赔偿的形式呢 他们也不接受 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 第二呢 就是 他们就选择了这个时机 这个时机 第一就是 现在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纳米比亚现在受疫情的影响也很大 他们的经济下滑了 百分之八 经济下滑很厉害 他们很需要资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 都给这个纳米比亚提供了一笔资金 但是呢 可能也是杯水车薪 他们现在纳米比亚 国内经济方面呢 是陷入一个困境 那德国呢 就想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么一个赔偿的方案 他们就是想呢 在这个时候 纳米比亚人呢会比较容易接受 这是他们打的一个算盘 他选择这个时机 之前的时候他们也一直都在谈判 之前的时候11亿欧元呢 肯定对方不能接受 他就琢磨这时候 你很需要的时候 我就卡着你脖子的时候呢 你应该会接受 因为你很需要 这是一个时机 另外一个时机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德国现在是大选的时候 那这个呢 就是他们这个执政党 为了这个大选 而采取的这么一个行为 是为了选票 这个有利于他们得到选票 所以纳米比亚人啊 还是很了解他们这个德国的 很了解他们玩这些手腕 他们就认为我们不接受 你选择这个时机 以这种方式和数额 对我们进行的这个呢 我们是不接受的 说呢 他们德国是机会主义 是作秀 你坚决不接受 你是对我们的一个羞辱 好 这就是你看 德国以前 不光对犹太人 进行种族灭绝 到非洲去建立殖民地 对当地人的种族灭绝 当然这种种族灭绝呢 加拿大美国 对吧澳大利亚 全都有的 有一个算一个 法国到其他的地方 什么西班牙 葡萄牙呀 什么的到人家那些地方 去占领人家的地方 都犯下这种 对当地人进行屠杀的 种族灭绝的这种罪行 他们现在指责中国 中国不干这样的事 中国在古代的时候呢 我们看那些历史片 我们看历史片 有的人说 不能从历史片来学历史 当然你不能从历史片学历史 但是那历史片呢 他也基于这个历史的背景 就是我们的历史背景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是历朝历代 这个大汉民族 总是呢 不断的受到 边疆的一些骚扰 可是大汉民族 是如何 来处理边疆的骚扰呢 一般的来说呢 他们最爱用的一个就是和亲 都把自己的女儿 对吧 给一个公主 给他们那个野蛮的什么首领 有的时候那公主啊 在宫里面的时候 过着一个 比较文明高雅的 一个生活 结果呢 和那个叫 乳毛引血 那种根本就是野蛮民族 那人跟野人似的 跟他相伴 嫁给他 你说哪一个女孩子愿意啊 对不对 那皇帝什么的 愿意吗 也不愿意啊 有的时候呢 就认个干女儿 从民间找一个 说 当成义女 说这是公主 然后给她送去 对吧 什么王昭君啊 之类的不就是吗 昭君出赛 对吧 这是中国历朝历代 都是这样的啊 多少朝多少代啊 都饱受那个匈奴人的 袭扰 对吧 还有什么西藏人 蒙古人什么之类的 那还有呢 中国文化呢 从来都是 儒家思想 儒家文化 对吧 就连那个诸葛亮 诸葛亮 欺勤梦祸的这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我就是我抓你一次 你服吗 我不服 不服那我问你放了 放了以后呢 然后又把他抓着了 你服吗 还是不服 连抓7次 然后才服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段 不是说 就是对你 你服不服不服 杀你 不是的 中国人不干他们 干的那事 天主教我的天哪 宗教太恶心了 就从那个 加拿大挖出来215个小孩尸体这件事以后 我一想到他们这个宗教我就觉得 太恶心了 太恶心我了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还信了他们那个基督教呢 从现在开始 去你的吧 什么基督教啊 我就信中国共产党 从现在开始 去你的基督教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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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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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